好 看到这个有记龙辉跟马基尔他们只认普通伤害 连重伤害都不认哦 但是呢 律师啊 这个问奖方面的律师 现在是朝你是杀人这个方向下手 因为他怀疑说有记以前学过功夫 他认为有记本身就是一个杀人武器 能不能这样子来认定 回顾欧人影片 有记龙辉在其楼试图用大外哥摔倒问奖不成 接着将问奖拉住摔倒在地 然后一击侧踢没踢中 将倒地的问奖一阵乱踹 这样动作遭运奖律师质疑 有记龙辉学过唐首道 本身就是杀人武器 如果说你这个车踢的话 你一般普通人你没有练过功夫的话 打到头那是非常致命的 那马步算是很稳 就是他下板站很稳 那如果说你没有练过功夫的话 比较没有办法说 这么一下就把人家拉过来就把他扯倒 就是说他马步算是很稳 应该算是有练过功夫的人 看在四十年资历的唐首道师傅眼里 有记的确有武术底子 所谓唐首道就是指中国的古武术 从琉球传到日本 后来改良成空手道 日语发音相同 武术重点有摔拿点打 出手重一点的话 恐怕就有致命危险 唐首的话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练到某一个程度 或者是说你这个人的品德 没有经过我们认定的时候 我们也不太会去交这种 会致命性的东西 为讲律师 紧咬着有记龙辉 拥有武术底子 要求停上更改起诉法条 与十年以上杀人未遂论罪 但最后还是要看法官接不接受 追求许志明中央展台北报道